对 好 那么像医师料我们说到嘛 这样子孩子说早睡 孩子啦 我们说小孩子 大概是几点过后就开始算是熬夜呢 小孩子的睡点时间 正常我们是 我们修复我们的鱼胃啊 肝啊这些 就是晚上十点到三个这段时间 所以小孩子基本上十点之前 要让他睡觉 要让他躺在床上睡觉 所以十点过后 就算熬夜了 就是超过十点睡觉的小孩子 就已经算是熬夜的状态了对吗 对 好 洗脉膏怎样去改善睡眠 我们中医的调理 我们不是给他安眠一样 这些调理体会你的肝火 慢慢的降之后 他自然睡眠就好了 为什么 他睡觉会比较好 他睡眠品质变好了 大家要注意听 这品质变好了 你睡觉一直做梦 一直在梦游 那你这个品质会好吗 当然不好 你越睡越累 你一觉到天亮 当然这个睡觉的品质很好 他的体能也变好 嗯 就是这个意思 武脏又补他调理得好了 就是你睡眠好的话 你少的话 你有那么多的梦 那再而来 你的体能啊 健康方面都会有很 有所的改善 各位妈妈们 别让孩子错过 非常的黄金时期 在正常的情况下 孩子每年呢 会增高6到10cm左右 如果发现孩子呢 近一年成长不超过4cm的话 那就是发育反胀的迹象 妈妈们就必须趁早干预 预约看儿童专科医生咯 大家好 我是关心的孩子健康的 十宝妈妈 适当的时间 被发育中的孩子进行调理 孩子的最终的高度 会完全不一样的咯 给大家推荐这款 在台湾畅上20年 在马来西亚红了5年 由20位中医 利用现代科学 研发出来的洗脉膏 它是由12种 独家天然草本植物制造成的 这下一个疗程 小孩子的营养吸收 体质差 胃口不好 伤口不精神 情绪暴躁 失眠的问题 当然包括各种癌症的问题 都可以有所改善 smartout洗脉膏 通过台湾国家料金局 严格审核 拥有FDA SGS 以及马来西亚的PKM认证 是零性亚成分 零副作用 以及零依赖性 和零防腐剂 所以家长们 可以放心的 让孩子去 安心的服用哦 妈妈们 帮助孩子 把身体的基础打好 改善体制 孩子的成长的高度 就会有所的进展咯 如果您能够 字幕老师 棒 20 3 2